原来云华的兄弟这么沙雕 莫言就是我的YYD 真是我的第一名YYD 我是七分的YYD 听调是您的保护色 那我从座您43天写过43万书 歌业不是当年的歌 歌业不是当年的歌 我自学过一件数学 学校能够不太正确地 演出来一言二词方程 一件事让两位作家记忆主 我才是有一小姑娘 哪一本活着让我去签名 这要是这书写得真好 我总得谦虚一下 我说是我早期的作品 我这让我签订的小姑娘还在吗 你一会我替你签一下 你一会我替你签一下 王磊在刘真云这里都说了幸福口福 王磊直接就是凉拌的话 这个丝的话也是可以的 你爱吃什么 不不不 我没这意思 我可以拌一下 没问题 那就拌一下 王老师对这个菜花是有什么样的感望 是有什么样的感望 你是怎么有什么 没有没有 你说那在炒菜花这个 可以我可以给你加 还有一种就是叫什么小炒肉 这个我们家张继兴最会做 想来一个吗 我没这意思啊 可以可以 你还又多一菜干啥呢 你 且听一下大作家的rap 半身上了 龙行 海洋出来 新华字典 无聊 那样的学生还有人发愁 你好小马 你是英国马 听得懂中国 你好小鸡 好好跟着妈妈 小心黄鼠 我以为这是个铁粉 我一个非常漂亮的优雅的一个女士 就说墨洋老师 朗读一首你的诗歌 你若懂我该有多好 他朗读的深情病茂 目光里面这个闪闪的还是内光 哎呀我听得很感动 后来他读完了 我就说如果是我写的该有多好 医生在乎我的健康 二的兄弟在乎快乐 我跟莫言还有证明 我们三个人 把瘦铁粉扛上火车 到了那个沈阳以后 我们还在那儿 进行一场足球比赛 在那个篮球场上 我们北京队加上沈阳的马源 然后我们让铁孙当手朋友 铁孙坐在轮域里边 你就在这儿给我们呆着 把球给守住 沈阳文学院那帮孩子 真的不敢踢 他一脚把铁孙给踢坏了 铁孙一个轮域 谁也不敢往那边踢 我们告诉他们 你们要踢到铁孙上 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 真是把悲伤留给读者 快乐留给自己 就是当一些人来批评我的时候 有人为我遍布 说那么大年纪了 还在继续写就不错了 然后还有读者说 天哪他还在 我以为他不在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评论 一上老六主持人后 只能一起别笑 莫言 新书 生死 疲劳的发布会 你们都是他的粉丝读者 我知道 嗯 今天这三位老师可以说 是中国单代文学最璀璨的心群了 43天的时间 写了43万字的稿纸的字数 您的长篇好说 是要讲究长度 密度和蓝度的 我就是要写这么长 我就是要写这么蓝 我就是要写这么密 其实老师好像有一首诗 是叫我奶奶 曼云 我不要面子的吗 后来又开始跳了 去统计大学 当中文系组 听说你唱中文系组 我就想起你这本书的前面那个书名 荒唐 荒唐 一个到处在那儿漂泊不定的人 哎呦 还请我去那儿做一场演讲 到了那个同济的招待所 吃了个午饭 我们哥俩就在房间里边 两张床坐在床上 又开始聊天 我也忘了问我演讲题目是什么 他也没跟我说演讲题目是什么 聊到差不多了 他说我带去吃晚饭了 吃完晚饭以后呢 就去那个会场 人很多 马云自己不上去 就在下面做的 说什么呀 往后面看一下 有标题在那 有标题在那 那马云也不知道是我要说什么 这个标题 他根本不关键这些伙数 把这种人导致微信主任 原来这些东韩片的文学 顾问都有愉华 我今天带走尽死 我好好活着 我好好正啊 咱有尽死 就是被我女无心解释 我今天带走尽死